主席請翁院長 翁院長請 李文英好 翁院長 院長 我們的中原院在民國17年就成立到現在 這麼久的時間 中原院的目標 就在培養我們一些科技人文的人才 那朝這個目標的發展到現在 我們中原院在人才庫裡面 培養的大部分還是科技人才 對不對 也蠻多人文的啦 還有人文的 我們主席今天也提到 有關我們客家的人文方面的話 我們都沒有這方面的嚴重 所以我們要加強 所以一定要加強 因為我也是客家人 那我們看到李遠哲院長 是我們的前院長 之後就交給翁院長您 當時翁院長您在國外 你為了要回不回來接我們中原院的院長的時候 考慮了一年多的時間 後來你還是關心我們公眾事務 要回來服務 是非常對這件事情 對你非常的感佩 但是我們看到中原院這些年來 我們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我們也有說啦 那這個研究都需要花很多的資源跟錢嘛 對不對 那對於我們的人才培育 那諾貝爾獎項 這個獎項 因為我們李遠哲院長也拿到諾貝爾獎項 院長對這諾貝爾獎項有什麼看法 可遇不可求啊 最好不要想太多這種事情 所以院長沒有朝這方面的目標來努力 可遇不可求 我覺得那個不是目標 這不是目標 那我們還是趕快來回歸正題 我們希望我們中原院對於我們國家 整個的發展還有我們經濟的協助 各方面都要做好好的研究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中原院的院士 是屬於院士用選舉才選出來的對不對 對 那每兩年選一次 那我們看到每次選出來的 大概都分別在種樹里方面 人文方面的人院士比較少 所以每次選出來的人 每一組大概都是十幾位吧 一組最多十位 所以我們等於說我們的院士 每兩年選一次會 等於是這兩年才大家一起共同出席 對不對 才一起出席討論一些事情 對 所以沒有什麼 平常時就沒有橫向溝通 研究說我們要哪個項目的領域的 去開發去研究的這種會議嗎 也有了 平常也有 只不過選舉院士的時候 是在院士大會的時候進行 選舉院士是院士再選院士 院士再選院士 包括我們院長是院士選出來的 對 那人文也是要 人文主要選人文的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不重視人文 是 人文院士要選院士嘛 所以各個族要先自己選出來 然後再到大會去表決 好 現在人文的院士有幾位 現在我一校子 我們總共265位 那人文70幾位以上 因為人文每一次我們都沒有選到足夠的10名 沒有足夠嘛 這就是重點 沒有足夠 那其他兩組也差不多都很少 請院長回去之後在這做一個調整 好不好 那接下來本席要問院長的就是 您在4月28號 您本人跟25位院士有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希望核氏來辦公投 對不對 那總統也馬上的拍板定案 核氏一機 一號機啊 安檢後封存 二號機停工 你對這種的決定你知不支持 我當然支持啦 我想公投其實是江院長 去年就敵馬 那我們這個聲明沒有什麼用意啦 只是說這麼大的爭議 我們可能要走那個方向才有辦法解決嘛 那前面都是在講一些我們要對安全 還有對其他能源 尤其再生能源 節能減碳要下定決心 因為我們的碳排放量太高了 火力發電的成分太高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政策出來 引導大家往節能減碳 因為再生能源其實就是自主能源嘛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自主啊 我們全部外來的 包括燃煤也是外來的 所以假如在節能減碳跟再生能源 我們努力的話至少還有一些自主的 對 現在我們就要去開發我們自主的能源 穩定性的 這才會帶來能源的安全 對 安全跟安定 還有產業 就業機會產業的發展 那院長 那合適的停工跟停建 你對這兩個的說法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嗎 反正都停下來了嘛 那個 是啊 停下來然後尋求共識 那個 假如時間拖得越久 當然它耗費的成本會越大 所以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上 院長你有提出人才的白皮書 剛剛我們很多委員也提到 我們中原院是我們最高的研究機關 那現在國家的危機 這能源的危機 我們這麼多的院士 這麼多的最尖端優質的研究人員在這裡 沒有研究一些我們的能源的一些政策 或者說院長你要提出能源的白皮書嗎 現在因為八年前我們有提過 現在還沒有去思考 是不是有新的政策建議 還沒有 那我們中原院 有沒有針對我們的院長所提出來的 核融核這個來做研究呢 台灣沒有在做這一方面 目前都沒有 導致其他國家 美國有做這個研究 為什麼我們不做這個研究 我們的技術人員沒有辦法做到嗎 不是不是只有技術 經費還有這個我們 我們有簽這個反擴散合約 所以不能夠隨便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是可能要美國同意 那這個耗費的經費也滿大的 不過我還是覺得 再生能源跟節能減碳 甚至提高能源效力 這個我們馬上就可以 就可以 那那個有關人才 其實人才最大的 最大的這個吸收的地方就是產業 是 產業 那現在我們產業也很積極的 六大新興產業出來之後 大家很積極的在思考 是不是能夠在生技 在能源 在文創 觀光這一方面能夠加強 吸收我們學校培養的人才 所以院長 你提了這麼多 就表示說我們中原院目前 沒有辦法提出這能源政策 台灣現在還是百分之七十靠燃煤 百分之二十是核能發電 其他的風力水力 還都不是穩定性的這種情形 那我們的中原院沒有辦法提出這些 給國家一些政策的建議 可是 是有一些建議 譬如說剛才講再生能源 那個節能減碳 這些研究你們還沒有陸陸續續的提供出來 譬如說我們有這個所謂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這個可以拿出來再檢討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要積極性的 現在核市場已經停工了 那現在核一核二三也借臨要除疫了 所以在這一方面 中原院沒有一套的政策去處理的方案 就帶著院士發佈這個 在官方網站發佈這個聲明 現在陸續的在連署 到5月2號已經有48名的人在連署了 這個你都沒有準備好這些政策出來 你提出這個官方網站的聲明 這是不負責任的 本行是認為不負責任的 因為你要說朝野協商尋求共識 你把這個責任丟回立法院耶 讓我們朝野共識讓我們來處理 中原院是行政部門研究機關 最高的研究機關 你這樣子說出這個話 這不是一般勞保姓提出來的聲明耶 所以你還繼續在連署嗎 我們是同意政府的做法嘛 所以你剛剛也說了 和一廠的封存 和四廠的一號機封存 二號機那個停工 你是支持的喔 所以說你在這種連署 繼續連署下去 你認為投不投當啊 我沒有講停工或者停政這些 我剛剛有問你你支持嗎 你說你支持耶 政府的這個動作我個人是支持啊 是 但是我們在聲明沒有去談這一些啦 現在還繼續在連署 對 那個沒有談這一些 你要我們朝野協商 不是把問題丟給立法院了嗎 就朝野同意的共同辦 所以我們行政單位橫向都要去溝通 共同來研究一些政策 能源的政策 才是我們現在當務之急要處理的問題 是不是 對 政策不是中原院要提出來嘛 對不只是中原院 科技部經濟部通通都要提出來 對這裡頭有講啊 所以我希望院長有時候做一些聲明的時候 您代表個人或一些院士說的話都OK 可是你今天在官方的網站提出這項說明 本席是認為不太妥當的 好 尊重尊重委員 好不好 那這接下來本席還是非常關心說 我們的能源問題 希望我們可以共同的來努力 要務實一點把效益可以發展出來 尤其是我一直在提到李遠哲院長 是因為李遠哲院長非常期許我們的核融核 可以來發展 讓我們可以在發電上和能源上 會更加的穩定安全 因為我們的機載的電量都是靠燃煤跟核能 對不對 核能發電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替代能源 不管是風力 水力 我們還要朝這方面努力 希望中原院看看我們的風力跟水力 能不能怎麼樣的努力 還是說就用太陽能來取代 很多國家也是都用太陽能 在學校的屋頂上 或者公家機關的屋頂上 就架了太陽能 在這方面我希望我們的中原院 可以有個具體的能源政策 提供給我們國家 提供給我們經濟部 看朝著哪個方面來做發展 好不好 太陽能是技術面進步最快 而且價錢降低也最快 可是因為很多的 我們要自愁的能源方面 你看風力 風力的話 新竹的一些百姓也反對了 水力的話也不穩定 所以太陽能這方面 如果可以穩定性的 給我們帶來我們的發電能源的話 中原院這邊 可以提出整配套措施 來提供給我們政府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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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rmation 你好 謝謝 謝謝